You are live I am live 可是他沒有說要9點啊 喔是嗎? 對啊已經開始了 嗯...好吧 是不是已經開始了 可是我現在沒有看到 欸冰冰這樣超怪的 是嗎? 他這樣 他很卡 這樣 他在卡什麼 這樣 可以嗎? 好 那個大兔呢? 大兔不會很怪 大兔是... 那是什麼? 大兔是完全看不見 是嗎? 對啊 大兔是完全看不見 大兔是完全看不見 對啊 開始了 開始了 大家晚安 回來自言自語 對啊 你要播音樂嗎? 好啊要播要播 那你播啊 你選的喔 我選 因為我沒有辦法過去啊 我在這裡 這裡播嗎? OK我播 好我播 大家晚安 小貝晚安 哈囉 大家好呀 這樣很快就有人了齁 對啊 大家應該很好奇 這次的二手拍 對不對 就是我們 等一下會稍微講一下 要怎麼樣 買二手拍的流程 然後 就是 講完之後應該就可以閒聊了這樣 大家會覺得我的聲音很小聲嗎? 欸咻欸咻 我來移動一下 鏡頭 流口水 小貝說 流口水 欸我抓不到我的鏡頭欸 我想要近一點 這樣是不是大家可以聽得比較到我的聲音 這樣咧 這樣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齁 欸大兔這樣長得超怪欸 是嗎? 他好像沒有耳朵一樣 那這樣就看不到你了啦 是嗎? 看不到我了嗎? 這樣你頭會被切到一半嗎 真的喔 對啊 好 大兔感覺超sad 好 欸歪歪欸 超歪欸 什麼東西超歪 超歪欸 什麼東西? 桌子啊 超歪欸 那你桌子我調一下就好了 沒有你要調 沒有沒有 螢幕是正的 螢幕是正的嗎? 螢幕沒有正他會跟我講 是你的桌子歪了 沒有沒有沒有 就這樣一邊 對啊這樣就正了 再偷這位再偷一點點 對啊 這樣不就正了嗎? 這樣正了嗎? 對啊 你的大兔給我好了啦 大兔在那邊好煩喔 對 好 大家好 大家晚安 這樣真的可以嗎? 好 因為我有那個時間差 不是你想要怎麼 可以啦可以啦可以啦 好 然後 今天要來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二手拍 會跟以往有點不太一樣 因為魯魯幫我做了一個網站這樣子 讓大家比較好去購物 然後 但是因為這次是魯魯第一次做這個網站給我用 然後大家也是第一次用 所以有可能會出現一些問題 大家就多多包涵這樣子 嗯 嗯 然後今天的 位置有點怪 魯你可以坐下 你可以坐下 你可以坐下 喔好沒關係 等一下魯先 你先 你說 你做你的事啊 沒有啊 你要去哪 你要settle這樣嗎 我沒有啊沒有啊 你就 好 好 那 那你現在要跟我講話嗎 哼 不然我覺得我這樣可以講 因為我坐這邊很怪 你要一直看我 不會 我不會看你 但是你要跟我講話 那我要怎麼樣 你可以 那我還是要過來這 不然很怪 不會你 我不會看你 不然我會不知道你在幹嘛 喔你可以看直播 那這樣我們就會有時差 喔好啦好啦 那因為我們現在就是 有那個 呃聲音大小聲的問題 所以魯一直要靠 離我遠一點 就是 避免 避免 就是他的聲音有點太大 這樣子咧 對 然後我們之後會 嘗試 麥克風 但是我們還在嘗試 好不好 就是大家多多幫涵 然後大家等一下如果有什麼問題 對於關於二手拍符問題 可以再跟我們說 然後我們先講那個 網站好了 喔小潮 就是我們的網站呢 就是會上架所有 我要賣出去的二手商品 然後大家呢 就是選好 加入購物車 然後下單 下單之後呢 你需要填你自己的名字 然後IG 還有Gmail 然後 不是Gmail Email Email就可以了 然後這三個資訊 就一定要確定 不要填錯 那你名字 可以填本名 也可以填歷程啦 但是你要記得 你要記得這三樣資訊 你才可以回去查你的帳單 因為這個網站是沒有登錄系統的 是這樣講吧 對 因為不想要做登錄系統 這樣太複雜了 對就是不是登錄 就基本上你要查的話 就是三個資訊 兩個資訊 兩個資訊 名字跟Email 名字跟Email 打進去之後 你才可以查你的訂單 這樣 然後這個訂單呢 也不會有結帳系統 所以大家要下完訂單 就等於是你確定你要這些東西 然後你要來私訊我 跟我說 你已經下訂單了 然後我會看 是你有沒有就是分享 我的影片如果有分享的話 就自動幫你折價50塊 然後我會開一個賣貨便給你下單 這樣子 所以大家這中間完全就不會有什麼 就是線上需要轉帳啊 或什麼的情況這樣 對就比較 其實這樣會比較乾淨一點 對對對對對 然後這件事情 這個流程 我會等一下一直講 一直講 因為可能很多人 陸陸續續進來這樣 然後大家在那個網站上看到的金額 就是我要賣的金額 但是是沒有含運費的 因為我們現在是開賣貨便的方式 讓大家去交易跟寄貨 所以運費的話就是sever那邊多少運費 就是會再加進來這樣 嗯 沒有錯 然後呢 痾 這樣會不會很複雜 大家這樣講有什麼疑問嗎 因為我們也不知道這個流程 跑起來會不會順暢 希望可以 可以跟大家講 為什麼你要用交貨便 它要方便出來 喔 因為交貨便沒有交易手續費 對 然後痾 以前呢 因為我用二手拍的時候 我就是要一個一個 跟大家確認你的姓名 電話 然後 電到店的地址 然後我發現這樣子會比較沒有效率 再來是 痾 如果有些人 的 電到店 是 有一陣子 他會不開放 寄貨 然後那個時候我要把東西拿回來 然後再跟你確認一下電到店的資訊有沒有錯誤 那就會很浪費時間 所以我們這一次就直接放在賣貨便 就 不是放在賣貨便 而是就是 用賣貨便的方式結帳 然後讓大家就是 痾 直接點選 你的 痾 電到店 然後 我就可以用 訂單的方式 直接列印出來 貼上去 然後寄貨 就等於是這一次就是寄出去整件事情都是由 買的人 Saver來處理 然後我們也不用知道你住哪裡 對對對 我們完全不會知道你個人 對 那我們也不用去確定說是哪一家店 或是我們可能會怕電話或是地址打錯 對 因為就是完全是你們去打 沒錯 對 那我們網站的功能基本上也只是讓你去給你要的貨加在一起 這樣有個紀錄而已 對對對 我們主要只是有個方便的紀錄 那紀錄就是你那邊也有 然後我們也有 然後再來夏威特就會給全部你要的貨加包成那個寄貨便的一個訂單 對 那你就可以很簡單去填你的 你就直接下單 對 填你的寄貨資料那你就可以拿到貨了 對 那我們就不用討論你的地址啊什麼東西 對 然後賣貨便我會用大家的IG名稱當成是訂單名稱 大家就下自己的訂單 不要下別人的訂單 對不行 應該不會知道別人訂單吧 不是人家可能想說 喔我因為我照片會放上去嘛 人家想說我是 我是帳號A 然後我要想說 欸帳號B 他的那個內容物也很棒 然後我就是一次下單帳號B 這樣也不行 其實有這種事 不是啊這個不 欸交貨便不是你給他一個連結而已嗎 我給他連結啊 可是他可以看我賣場裡有哪些 訂單啊 沒有沒有沒有 他看不到別人的訂單 是嗎 所以我說我在想一次 我們這個沒有登錄系統 可是 不是我不是說賣貨便 我不是說 喔賣貨便訂單是共享的 對 賣貨便是開一個 就是 就等於是賣場啊 哦 所以他們不是獨立的這樣 對對對對對 那就不要下別人的單啊 對 哈囉雲涵 哈囉瓦利 哈囉 Lindia 晚安 好 我這個會一直講 因為我知道就是 大家很難有點 而且妳講第一次會有點疼 對對對 我多講幾次 然後我這個先講第一次 我等一下會一直重複一直重複一直重複講 然後我也會試著在文字的上線之後 我會盡量把文字寫得簡潔明了 然後大家如果對於這整個流程有什麼問題的話 就是盡量可以私訊我 然後我再為大家解答 好 就是這樣 好 好 OK 那我們現在就來講說 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這次要賣什麼東西 沒錯 我會無限循環 對 然後要是聲音比如說下的時候太小聲 或是我太大聲就可以換你跟我們講 對 因為我知道我們的聲音其實有個問題 就是因為我現在是用 YouTube的APP開直播 然後它的預設是直播的話 它就麥克風會往前收音 所以是會往盧盧的方向收音 我的聲音就會比較小 然後盧盧聲音就會比較大 然後大家如果帶耳機聽的話 就會有點辛苦 所以我們之後會想辦法買個麥克風來解決這個問題 但是因為麥克風也是一個非常深的領域 沒有 你可以問觀眾要是有人知道可以推薦 對對對 大家希望大家可以推薦 我不要那種太高級的 因為如果是那種就是還要中介轉什麼 就是控制台那種我真的不會用 我真的需求就是我要直接手機可以插上去 就可以錄音 然後需要兩個人 然後需要兩個人 一對二這樣 然後我現在看到的真的是價格真的 喔 好驚人 現在我們就看到一萬多塊了 對 一萬多塊 目前好像就看到一萬多塊的 那如果說真的好用的話 我覺得一萬多塊也可以 但是我就很怕就是我買回來又不會用 然後我要退貨然後很麻煩之類之類的 就是這樣 因為之前買了一個就是 不好用這樣 因為就是沙沙的 然後整個導致我們影片要重錄 那我就希望可以不要就是發生這種事情 然後因為直播是現場的 如果說我的音質很差的話 大家都會忍受我很久 好 不要廢話太多 我們來那個 開始講那個我們要賣什麼東西 小廢說可以問問YA Diary 喔 好 好 好 我害羞 好 有機會問他們 好 然後我這次已經有稍微 就是把一些東西打包了 然後這個只是部分這樣子 然後先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我覺得大家應該會比較有興趣 這個這個是陽君的Shower Time 這個是不是很可愛 很可愛喔 好閃喔 好口紅喔 這個包裝撐得很美很美很美 然後呢裡面是長這個樣子的 就是一個很漂亮的那種就是浴室感的印章組 沒錯 金光閃閃 然後裡面就有你看這個超可愛的 我就是為了這一顆買的 這個有點像是那種復古磁磚有沒有 非常非常的可愛 非常非常的可愛 然後呢 我買了之後 我還真沒有用過欸 我就是 我就是開箱的時候蓋給大家看之後 我就沒有用過了 然後這張 這一個也超可愛的 這個是字的有沒有 超可愛的 我就覺得我有點 有點傷心 我居然沒有用太多次 然後可是 就是一直想說有機會用 但是一直都沒有用 所以我就想說我把它賣出去 然後它的原價還不便宜欸 就是六七百塊 然後我這一次 設定好像兩百三百而已 就是希望大家 把他帶回家好好珍惜他 然後我再講就是 我的印章 我都不會親印面 所以大家如果很建議的話 就要再考慮一下 因為我覺得 要親印面對我來說 花太多時間 然後 我個人也不是一個 就是 很在意印面的人 所以我就沒有親過 髒髒 但是呢 但是呢大家可以放心 就是我會有一點 小潔癖的地方在於 它的包裝 我裡面的包裝 都會放這一種 衛生紙 或是紙 讓它就是 殘餘的末 是可以 蓋在上面的 所以它的紙盒 是完全全新的這樣子 所以大家也跟我一樣 很在意這種紙盒的話 你可以放心 我好好的保護紙盒 這樣子 好 然後 我這樣會不會裝不回去 我發現我會裝不回去 怎麼辦 那怎麼辦 那你還可以賣 那你賣不掉了對不對 傻眼 我真的不熟到 就是裝不回去 它有一個 像七橋版一樣的感覺 就是你要 所以我們什麼時候開始賣 因為現在 魯魯還在做最後的測試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希望是在禮拜六晚上 或是禮拜天早上 這樣可以嗎 那你就是 反正你會同意發通知 對 我會發通知 我在IG 限時動態 還有Youtube的post 都會發通知 你可以譬如說 假設 假設 假設是禮拜天 12點 中午12點 那你可以說 我們找個兩個小時 三個小時先PO 可以 先預告嗎 可以啊可以啊 我可以先預告 不會說馬上PO上去 就立刻跟大家說 這樣貨就不會被搶走 對對對 我會先預告 比如說 假設禮拜六晚上9點好了 那我們可能 提早兩個小時 七點預告 七點預告 然後我們 時間到 就PO連結給大家 對 沒錯 這樣就不會有搶貨 誰先到的問題 沒錯 沒錯 好不好啊 這樣好不好呀 好小妹說 通常她買回來 就把包裝丟了 我就是一個就是 不好 不好把 就是捨不得把包裝丟掉的人 我就是很奇怪耶 我不能 我也覺得我這個 習慣超怪的 就是我的那個 包裝都會留著 我連化妝品 保養品的包裝都會留著 我就是每次用完 就把它放在盒子裡面 就是某一種強迫症 她就是 別人說的叫 H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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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R是不是 他是一個病啊 是喔 對啊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 H-O-A-R-D-E-R 喔 叫囤積者 OK 是個囤積的病患 的名字 不是 我可能會覺得就是 沒有丟包裝 好像每一次拿出來 都是新的感覺 好就是這樣 我是囤貨倉鼠 這個好可愛喔 好我來介紹下一個東西 也是我決定要斷捨離 這個呢 就是我前陣子 一直瘋狂推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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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 推薦的一個數字印章組合 然後這個是松川公公 什麼 松川三三公的印章組合 它是第一組 然後呢 因為我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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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了 我應該現在有買 四到五組 然後我就後來想想 我就把這個賣出好了 因為我發現我的 收屁裝不下了 所以就把它賣出 然後 我到底設定價格是多少 我也忘記了 反正呢 就是一定是會比 你買全新的還要便宜 然後讓大家看一下 就是下面一樣 我有鋪這樣子的紙 所以紙盒完全完全的乾淨 好不好 這樣可以 大家 就是 買到的時候 一定會感覺很像全新的 好 小肥說很想要這個 那 那要 要設鬧鐘 搶起來 然後這一組是那個 有點像是 積木的感覺有沒有 欸 我等一下可以給大家 剪等一下看一下 因為我可以給王子藏起來 對 好啊好啊好啊 那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這有點像是積木 然後 它裡面有點像是 橫線橫線橫線的那種 然後 如果說我現在畫質不好 大家可以去上網搜尋一下 松川三三宮第一組的 數字影長長什麼樣子 嗯 好 然後 Lindia說 保養品用完 保妝還在 對 有時候我會發生這種事 就是說我的保養品用完了 但我還把它放回去 紙盒裡 我就以為我有這個庫存 然後就會發生 某一天我真的要用這個東西的時候 就沒有了 然後你知道那時候就會覺得 我到底在幹嘛 很氣 很氣我自己 好 有點不懂怎麼挑商品 挑完直接下單 我們等一下再講一次 好 我再講一次 我再講一次齁 現在會有兩個平台 第一個 是鱸鱸做的一個網站 那個網站 你就把它當成是一個菜單 它是菜單網站 大家就是把 挑好的東西呢 放到購物車 加入購物車 然後你確定 全部選完之後 就是 什麼叫做 訂單 下訂單 有一個確認 讓你確認那個訂單 是你全部東西都要的 然後它會讓你填 姓名 然後 IG 還有你的email 然後這三個資訊 都麻煩你 一定要再三確認 是正確的 不然我們會找不到你 然後 這個資訊也是你查 你的訂單 資料的一個 嗯 依據 反正你這個三個資訊 你千萬千千萬萬 都一定要記下來 這樣就對了 然後呢 你下完單之後 這個網站 會寄一個email給你 email裡面會列出說 你選了哪些商品 然後這些商品 你就等於是 有點像是 給你留存一份的意思 然後 要麻煩你再做一個動作 就是 私訊我IG 因為有時候 我會找不到大家的IG 因為有時候 可能大家的IG 是隱藏起來的 所以我也沒辦法私訊你 所以麻煩大家要 主動私訊我IG 跟我說你的訂單已經好了 然後呢 我就會去賣貨便 用你的IG名稱 開一個下單的 商品頁面給你 然後你就是下單 你的IG賬號的那個商品 然後就可以完成交易 你就可以依照 就是賣貨便的 就是追蹤你的訂單 現在有沒有送出 然後你現在什麼時候要去付錢 然後你的運費多少這樣子 然後再來那個優惠券的部分 要大家要在 私訊我的時候 順便把你的截圖 分享的截圖 傳給我 然後我就會在賣貨便裡面 特別註明 你有扣掉50塊的優惠這樣子 好不好 這樣有沒有比較辛苦 要來操作看看 好啊 來 操作看看 好 好 那 那一碼 是嗎 那一碼嗎 我有沒有說錯你的名字 這樣有沒有比較懂 因為我第一次講 真的有點零零三三 這次講我感覺又好了一點 然後呢 瓦利說很厲害做了網站 沒錯 魯魯很厲害 沒有 你這樣子講會提高太高 你等一下有問題就很難解釋 好不好 好 這樣子大家有沒有看到 欸我們把音樂先關一下好了 好啊那直接 好 這個網站大概就是長這個樣子 然後 往前一點 放大一點 放大一點 放大一點吧 好 然後你講啊 比如說現在首頁嘛 首頁 然後這個地方呢 大家都把它想成是 菜單 這就是菜單 這我所有的商品 要上架的商品都會放在這邊 然後大家就是 下單之後 比如說我們現在隨便點進去一個 欸測試的好啦 不然你等一下 好我知道我不會加入購物車 那就可以看到基本的價錢嘛 然後介紹跟什麼 然後可以加入購物車裡面 對 然後照片也是可以選擇 看你們要看什麼 對對對 我會有一到兩張的照片給大家看 然後就是再講一次 因為現在目前沒有做在loading的畫面 所以有時候你們可能會看到畫面是白的 那其實在loading 所以有時候可能就等一下 尤其要是能在外面啊 或網路比較慢的人 就可能需要等一下 那像這邊有tag大家可以使用 那簡單的話 比如說我現在要買這個測試用 我點進去裡面 然後我說OK我要買 我可以加入購物車 那右上角這邊可能大家沒有看到 因為一幕很小嘛 右上角這邊有購物車 購物車也可以點進去 那這邊就會看到你的清單 這邊就會看到你的清單 那清單這邊你確定好了說 OK這就是我要買的東西以後 嗯 我們就可以下訂單 然後說全家要下單嗎 那這邊還會再次提醒你說 就是你們的資訊要填 然後再來又是要聯絡一下Watt 這樣我們就會安排那個寄貨便 對 然後我們說OK我們要全家要下單 對 那這邊的話就請填入你們的名字 信箱帳號 對 那填好都確定的話 你按確定就會寄出去了 對 那這個時候你就會收到你的一個 Email 訂單Email 對 那你就可以 這邊全部結束他會跟你講說已經好了 那你應該會收到一個Email 對 收到Email以後 你就可以來查詢訂單這個網頁 是 裡面輸入你的名稱 跟你的 沒有 名稱 對你的名字 比如說Lulu 比如說你輸入的是Lulu 然後你的信箱 你就可以來搜尋你的訂單 對 那搜尋訂單 主要只是讓你自己知道說 我下好訂單了 然後目前狀況是怎麼樣 那其實最重要的還是要跟夏爾特做聯絡 因為這聯絡一次以後 我們放到寄貨便以後 你們就可以直接去下單了 對 賣貨便 Seven的賣貨便 然後Seven賣貨便 才是真正做交易的地方 那Seven賣貨便的好處呢 就是大家可以貨到付款 然後他的問題就是在於 就是他有運費 然後運費呢 就是另外做計算 然後Seven現在收多少運費 我們就加 就是你就必須要付多少運費 然後我現在看到好像是3月 他們的運費是45塊還35塊 反正就是比一般便宜一些些這樣子 然後私訊我 大家一定要先就是跟我講 你下單完成 然後你要不要使用優惠券 那使用優惠的方式就是你截圖 我的頻道 然後分享到你的IG story裡面 現實動態裡面 然後截圖下來 給我看 這樣子 這樣子 對 就這樣子 對 然後 沒錯 宣是貨到付款 沒錯 貨到付款 這樣大家是不是比較安心一些 就是 不會怕轉錯帳 或是 中間有發生什麼問題 我也不用 在一直幫大家核對款項 我覺得 非常的棒 所以大家只要把它當成像是一個紀錄本來使用就好了 它就是一個 呃 你自己有做個紀錄說我要ABC 然後夏瑞特也可以在那邊看到說你要ABC 嗯 那這樣子兩邊都知道互相買了什麼 對 然後再來用交貨便的話 夏瑞特完全不需要知道你們的地址 對 那這樣子也不會就是有時候會搞錯啊 然後或是有時候你們也會講錯或是小朋友聽錯的問題 對 我也不會記錯 對 或是有些時候 因為之前有遇到很多問題就是 原本的你們給我的7是有收貨 可是就是不知道為什麼就是某一陣子它會停止收貨 或者是它就是收買了暫停收貨 它就會把那個選項關掉 可是我會到就是要寄貨的時候才發現它是關的 但是如果你用賣貨便去去去去去設定你的貨到是要到哪個門市的話 就是會最及時的 所以大家就是用這種方式交易會是最有效率的 對那目前網頁就是你用電腦或手機都可以 可是就是還就是還是在講一次就是因為目前沒有做任何顯示 就是它在loading的任何的圖案 對 所以你們基本上要是有時候看到網頁是空白的 有可能它還在load 對 對就主要是這個樣子 就是不要緊張 不要緊張 沒有壞掉 然後比較慢 大家包容一下 對 沒有比較慢啦 只是主要是因為你沒有看到那種在轉轉圈圈的東西 所以你會認為好像壞了 因為大部分網站都會做轉圈圈 那我這邊還沒有做轉圈圈 所以就是這個樣子 好 然後另外一個好處就是 大家以前跟夏洛特買東西的時候 不是會用IG傳簡訊嗎 那有時候你可能你現在傳簡訊的東西已經被人家買掉了 對 那夏洛特還要再跟你講 對 那就會兩邊都會比較複雜 然後你也會浪費時間 沒錯 那這樣子同時在一起使用的話可能就會比較清楚 嗯 對 好然後再來講就是 就是有些商品如果被人家買掉 就是你最後下訂單確認 那個商品才會消失在我們的平台 所以有可能你把所有東西放到你的購物車之後 你在最後確認的時候有些商品被人家搶走了 那你就要回到你的購物車把那個東西刪掉 才可以再按下單 它會顯示出來 對對對 你會 你就是之後有操作到的話 對 其實會很清楚 就跟蝦皮一樣 就是你要是下單的時候 它發現你有東西已經被人家買走了 對 那它會變成灰色的 然後它會有紅色的字體型 你說要給 就是 訂單修改一下 那全部都在那個車車那邊 那個頁面裡面 所以應該是非常清楚 那你要是有東西是有問題的 反正它會提示你 那提示你只要全部處理好你就可以下單 嗯 然後這次是我們第一次用Lulu的那個網站 所以有什麼問題的話 我們就是會盡量趕快幫大家解決 然後真的真的真的融入太多人 導致沒有辦法用的話 我們會即時的想辦法用另外一種方式 賣二手商品 這樣子 希望不要 因為要是中間出什麼大事情 比如說什麼資料不爆掉啊 因為什麼那些問題的話 那我們就臨時要改東西的話 我們會再跟大家說一下 對對對 對對對 好 然後再來我要再賣這個東西 我真的是我要就是揍我自己 這個東西是 我先把這個沒有要賣的拿收起來 這個東西是我之前開箱團購的東西 然後呢 就是因為我團購的實在是太久了 所以我對他的愛已經沒有那麼濃烈了 所以我要把這整組賣掉 這整組嗎 對阿 我是不是很壞阿 買來之後發現 就沒有對他那麼有愛 喔 就是我還是 我沒有其他藉口 就是這樣 然後大家如果喜歡他們的作品的話呢 就是可以趁機把它帶回家 然後上面有一些灰塵 會把它就是擦掉 然後這個之前如果大家有看我的開箱的話 就會知道他的特色在於 他 是 不是用那種 呃 橡膠的 印面 他是用這種透明的有點像水晶的印面 水晶印章的印面這樣 然後他的特色就是 你蓋那種很細節的東西就會非常清楚 非常好看 然後他這種 他這個系列的印章都是那種 自小小的 然後很細節的 圖案 所以 蓋出來其實蠻美的啦 只是我 真的是 沒用耶 我就想說 我這樣留著也 不是辦法 然後這家店叫做 雀斑茶 雀斑茶 我想大家應該有很多人是他們的粉絲 然後也很喜歡他們的商品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就不要錯過 但是因為這一組 因為實在是 很難 呃 分開賣 所以我應該就是會一組賣 那單價的話 可能就會 比 一般你 就是二手的 一個一個賣的東西 還要 過一些些 大家如果可以接受再買 好 欸你現在問題到回答完了嗎 有人問那個叫貨 那個 貨到付款有回答嗎 有有有 我有說 是貨到付款 貨到付款 就是 你 有點像是你用那個 Seven 買東西 沒有 就是你你用一般的網拍買東西 然後他給你一個貨到付款的選項 是一樣的啦 然後我這次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不要有 疑慮怕自己打錯帳號啊 或是會錯款啊 但是拜託拜託大家 就是買東西錢 要三思 如果你真的真的真的很想要 再買 然後再下單 不然 就是 如果你 下單然後不去取貨的話 我們會比較困擾 嗯 喔對然後 希望大家拜託 喔對然後對於訂單的問題啊 對 我們目前你下了單以後啊 嗯 你是不能修改單的 那你唯一能夠處理的方式是刪單 取消訂單 就是整單會刪掉 然後你再下新的單 嗯 所以要是譬如說 假設我現在買了一二三 那我可能不想要二 那唯一的方法就是 我們會幫你刪單 嗯 那刪掉以後一二三這個東西 就是變成任何人都可以再買 對 所以要是你沒有及時而要是回去給他們搶回來的話 你的東西可能就會被賣到別人那邊去了 所以目前是沒有辦法就是改單的 所以大家在下單的時候就看清楚就好了 嗯 那你要是真的需要刪那個改單的話 就只能請我們幫忙刪掉 嗯 對那就是這樣子 沒錯 好 還有什麼問題嗎 大家幫我按讚喔 還是要推銷一下 還是要推銷一下是嗎 謝謝大家 大家感覺非常的熱 樂弱 對於這次的二手拍 然後大家有什麼特別想要看的嗎 因為這次魯魯有幫我們做那個Tag 就是有紙膠帶 印章 本子類 然後還有生活雜貨類這樣子 然後大家也可以依照自己喜歡的品項去篩選 那你現在上了多少貨 嗯 上了我大概上了三十幾件 但是應該會超過 那你什麼時候會繼續上 那你什麼時候會繼續上 我應該就是等一下直播完就會繼續上貨 所以 呃你在跟大家講說 網站上開始的時候你是一次全部上完了嗎 還是你在後續慢慢上 我會一次慢慢 呃好 那我們就 呃看情況 對因為我們還是會擔心要是用到一半壞掉 對 所以我們先我們會先上很多件 先換三四十件吧 對 已經有三四十件了嗎 三四十件 然後大家再使用我們看看狀況 我們再給後續慢慢上上來 嗯嗯 那有看到喜歡的東西你可以先買 嗯 那你先買先下單的話 最少這樣子 你這個要的東西你就不會沒有 我想問他可以 比如說他有兩筆訂單 對 那我可以看到兩筆嗎 你會看到兩筆啊 我可以等到最後再做一個賣貨便的賣場給他就好 他就只要付一次日費 可以啊 對 可是你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是停啊 那大家知道這個技巧了齁 就是等於是說你喜歡你就先搶 對 然後你看到上新的你再搶 對 可是我希望大家不要說給一堆東西加進訂單 那這樣別人就買不到 然後你之後再一次刪掉 然後選一兩個你要 嗯 這樣其實就不是很好 嗯 對不對 因為這樣子的話其實別人都買不到嘛 所以還是盡量希望大家就是 確定要買的東西再下單 嗯嗯嗯 那你要是說 欸我可能想要再等一下再下一兩個單的話 那也沒有問題 對 對就是盡量希望大家不要就是 囤貨 對 到訂單裡面 那這樣別人可能想要的人就沒有辦法買 嗯 嗯嗯 Lindia 問說商品被買走 我們必須要刪掉 無法買的東西的時候 喔沒有沒有沒有 自己刪就好了 那你按一下確認訂單前 你都可以把你的購物車裡面的東西做刪改 然後只是說你按一下確認訂單 你收到email之後 你要再改單就只能整筆刪掉 這樣子 沒錯嘛對不對 對我可以展示給大家看一下 嗯 嗯 譬如說 譬如說這樣子啊 現在有兩 我現在購物車也沒有兩個物品 齁 有兩個物品 那有一個是我已經 放大一點 好就兩個東西 那有一個是已經被人家賣掉了 譬如說已經售出 你要刪除物件 不然我現在是不能下單的 嗯 那譬如說我現在按下單 他就會說下單失敗 嗯 好然後我這邊的話我就是現在按關掉 然後他就被刪掉了 嗯 他會自己幫你刪掉 他會刪掉那就沒了 好 那你的車子 那你的車子就是剩一樣東西 對對對 對對對 對那你再下單就可以了 對 好 好 然後這次還是會 然後這次還是會降價 然後這次還是會降價 再降 我覺得好傷心喔 他說買的時候 厚不便宜 然後 可是我真的本子太多了 所以我其實也沒有用到 他是一個貓咪的一個那個 就是這種扣子的A6本本本 然後外面是很漂亮很復古的紅色條紋的本子 然後前面這邊有一個可愛的貓咪 好像在照鏡子的感覺 然後我把它撕下來看了一下之後就把它貼回去了 所以他基本上應該是沒有被刮傷 嗯 目前還不知道要賣多少 但是應該是會1500 我猜啦 我猜啦 我在想 我在想想看 好 就是這樣 好 軒說 很厲害 那個網站居然是自己做 沒錯 裸裸非常的厲害 你不要亂講話等下一堆問題 但是 但是我們就是魯魯第一次做 然後 也不知道會有多少人 所以 所以我很緊張 所以會有一堆問題 所以大家就忍耐 對 希望大家 要 有一點點耐心 然後如果什麼問題 我們盡量幫大家解決 好不好 然後 好啦其實說實在話 因為這個 這個網站 我跟魯魯有 各種小吵架 自我爆料這樣 然後 魯魯就覺得 就是他很辛苦 然後我們 就是 然後下部車都一直 要求動要求吸 這樣 然後還是很氣氣 然後我就一直逼迫他說 所以這個 到底可不可以解決 然後魯魯就很 就是覺得 什麼嘛 我怎麼幫你做到你那邊 一直就是 像 跟公司 同事講話的感覺 在跟他講話 嗯 好 希望大家這個 這個網站可以成功 這樣我們那個 小吵架就不會白費了 呵呵呵呵 呵呵呵呵 好 好 那我會再一直重複講 就是我們怎麼下單 因為 有一點點複雜 所以我應該會再多講幾次 然後我可能再跟大家說 就是 嗯 嗯 那個 呃 要賣什麼東西 然後再重複講幾次 這個下單的流程 像我剛剛在看的時候就發現問題 我就去修了 好 對 所以 大家魯魯很緊張 希望這個網站 就是大家 多多包含 呵呵 好 然後再來是 我還有這個要 就是 賣出 這個是很可愛的印章 這個是 小島降鎖的 有點像是 幾何的印章 有點像是 邊框或什麼的 可是我又覺得它有點特別 因為它是 可以把它想成是幾何印章的 花紋版 就是幾何印章 不是通常都是那種線條啊 或是 嗯 整個是 石心的圖案 但是這個就很特別 它是 花朵 然後有一些果實 然後這一款 算是已經 有點年代的 印章組合了 然後我自己覺得很可愛 嗯 大家如果也喜歡的話 可以把它帶回家 遠安說你這樣 第一次做很厲害了 真的很厲害欸 而且我覺得 魯魯有特殊的美感 她做的東西都會 蠻好看的 妳都一直吹欸不行 不行啊 當然是要吹一下 而且我跟妳講 任何東西 就像妳在公司一樣 妳跟妳主管的東西 妳一定要說各種不好 然後看到的時候 就覺得 欸有沒有那麼爛嘛 對不對 妳要是帶給妳主管錢 妳在那邊 喔這超級了不起 我跟妳講 加一堆東西進去 然後超美的 然後妳主管來看說這什麼東西 好不好 妳怎麼可以這樣子 欸可是我發現不是欸 怎樣 因為我跟妳都是那種 是一定要一直說自己的東西不好 或是怎麼樣的人 可是我發現我同事是非常會自我推銷的人 我就覺得 她反而比較有那種存在感欸 誰啊 我同事啊 怎麼樣什麼存在感 就是她就會很會推銷自己啊 然後如果時候真的遇到某一些事件很麻煩處理 她就會說啊那個真的很困難 然後我花了很多心血 然後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的 然後我就發現其實某一些 不是不是我 我們公司啦 就是某一些人還蠻吃這套的 喔有些人很吃這套的 對啊 所以其實也不是說一定要自己說自己不好 可是每一個人的風格不一樣 對 所以我就不喜歡這套 好 你就想 喔怎麼如果是那種就是 她會跟你講我只有做到60分 但是你看她的作品會有120分 沒有 哈哈哈哈 好 欸那我就要爆料你的那個欸 四集欸 我什麼都不是 就是你前公司 你在前公司 你所有的平等都是S級的 S級是什麼 大家如果有看日劇就知道 ABC B 資上就是S級 Super嗎 可是現在我做的東西又跟之前的東西又沒關係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就是羅羅是個灰毛的人 所以她做的東西就是會力求這樣 沒有沒有沒有 只是我主管比較喜歡我 蛤 可是你 可是你問題是又不是打分又不是只有你主管打 是啊打分只有我主管打 沒有還有你的上上級啊 哦 對啊 而且人家還跟她說 你已經是最最最最上列的人 那我就覺得不能上去 那我就刪 對 然後 對嘛你看 前影你看 那一媽說 網站會做網站很厲害啦 不會啦 你要有自信 我們身為台灣人的驕傲 蛤 蛤 就開始了 好 然後小貝說 情人眼裡都是 沒錯 就是魯魯在我的心目中是最好的 所以我們一直吵架 好啦前兩天我們都一直在吵架 你有沒有跟大家聊聊我們在吵什麼 欸等一下你不是要給大家看貨嗎 喔對啊 好啦 你今天那麼多人都是來看貨 可是你不是說要聊那個我們吵什麼嗎 我們剛剛有講過啊 那你問大家大家想聊我們吵什麼還是大家看貨 然後 今天那麼多人應該是來看貨了吧 看貨 好啊對啊 因為你網站上只是照片嘛 大家勢必是想要看到實體的物品 對 然後我這次賣出很多鐵盒印章欸 我們可以最後要說拜拜錢再來聊吵架 好啊好啊 我這次除了這個 我應該有放了大概四盒鐵盒印章 等一下我看一下 這個 你看大家都想要看貨 還有這個 好好好看貨看貨 好這個就是鐵盒印章組這邊 然後我覺得鐵盒印章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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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方便 就是這個收納起來就是 嗯你要出去旅行你就可以帶一個主題的印章有沒有 就像是這種文具組 就像是這種文具組 或者是這種咖啡組 就很適合帶去外面做手帳 因為你看裡面就是完完整整的 嗯相關主題的印章 然後現在好像大家都不出鐵盒印章了 那我覺得有點小可惜 但是我還是把它賣掉了 然後因為就是我們家真的沒辦法再收這麼多東西 然後 然後 有效特價很小 不是啦不是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之後可能會有不一樣的安排嗎 我們可能會流落街頭 對我們可能流落街頭 所以我真的沒辦法再收這麼多文具了 那這個東西就是每一次二手拍的時候 我都把它收起來繼續用 但是後來真的是真的沒辦法了 就把它這次把它拿出來 二手拍斷捨離給大家 然後這個是非常 大家非常就是 呃 其實大家都知道是邦尼的品牌 然後這個兩盒都是非常好用的印章組 它是兩個不一樣的東西是嗎 對這個是文具的 文具款 這個是咖啡店款 喔喔喔喔喔 對咖啡店款 它就是中間logo一樣 其他都不一樣 對對對對對 然後呢 因為鐵盒都會有一點碰撞 所以邊邊的話會有一點黑黑的 是正常的唷 但是 裡面 裡面鐵盒的部分 我這個已經把裡面 我本來放的一張紙給抽出來了 所以裡面是乾乾淨淨的 所以不用擔心 然後再講一次 我印章是不會輕印面的 所以如果大家很介意的話 就要再三絲 好 然後這個邦尼的就講到這裡 然後再來是艾智的 艾智的這個印章也非常有名 然後這個可能會比較貴 因為它是好木頭 是加拿大蜂木印章組 這個木頭就是 非常的古溜 大家如果收到的話就會知道 它這個 好木頭 就是有好木頭的魅力在 古溜古溜的 加拿大好木頭是嗎 加拿大蜂木 喔 加拿大木頭跟台灣木頭 怎麼不一樣 我不知道欸 可能因為運費的關係會比較貴 喔真的嗎 台灣人買加拿大蜂木會比較貴 喔OK 加拿大木頭就去加拿大就有了 不是嗎 對 真的買好多 我真的很瘋 我一次去 我之前最瘋的時候 是一次去文博貴 或是大型的文具 市集的話 可以花到六千到八千 真的是瘋子 瘋子 我就是個瘋子 大家不要學我 然後再來這個是特別的 這個是我還特別請人家代購喔 請就是彰化的鄉親幫我代購 你是買什麼 什麼那個什麼蛋捲之類的 欸大家知道嗎 這一組印章 這個這個不是啦 這個是鐵盒 裡面的這個印章啊 那個時候他們出的時候是限量 再來是只有店裡才賣得到 才買得到 所以我就在蝦皮找了一個 彰化代購 不是啦 我就說那就跟賣那個什麼 什麼蛋捲不是一樣 對對對對對 然後就會有阿姨 阿姨會有婆婆就幫你排隊 幫你排隊之類的 然後他就幫我買了這個 然後這個是膠板印章 是吧 應該沒有講錯 他就是這個樣子 你為什麼看我問這種問題 對不起 我怎麼會知道這是什麼 然後這個是女孩 在拿一個復古相機的女孩這樣 OK 然後這個是在喝珍珠奶茶的女孩 好 然後這個是行李箱 本箱 本箱 行李箱本箱 好就是這樣 印章組合的部分大概是這個樣子 鐵盒印章非常值得大家收藏 然後這個部分 這個這個盒子還是另外買的 因為他只有單賣三個印章 然後我忘記是那個代購 算我這個鐵盒還是怎麼樣的 反正就是最後是這樣 感覺像是鐵盒印章組 好 曉飛說買的當下不會心疼淺淺 沒錯 因為現在呢 開放了那個Light Pay 感覺他就沒有花錢一樣 所以那時候我就是阻止你就是刷卡 刷Light Pay 絕對不要陷入刷卡的陷阱 好我們再來講一次要怎麼下單 要講下單了是嗎 對 我們現在呢下單的方式就是會用到兩個平台 第一個平台呢 就是剛剛講的Lulu自己做的網站 大家可以把它想成是一個菜單的平台 那大家在上面也可以看到 現在有什麼東西還可以買 什麼東西已經被人家嚇走了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不用用私訊的方式跟你說 噢這個東西已經美了或者什麼樣的 大家就會節省一直留言的時間 然後再來就是下單完之後呢 選好之後呢 請大家要填上自己的名字 IG的帳號 還有你的email 那這三個資訊請大家要再三確認不要填錯了 那也要記得你填的是什麼 這樣子才有辦法去查到你的訂單 那訂單下完之後 系統會寄一封確認信給你 就是訂單內容給你 然後他也會寄一封信給我 然後我就會知道你有下這個訂單了 然後你這個網站的選單選好之後 要麻煩大家到IG私訊我喔 私訊我 千萬要私訊我 因為有一些大家有一些帳戶是隱藏的 或是只加朋友的 那那個狀態下我就沒有辦法私訊你 所以大家一定要私訊我 我才會知道大家已經有下單 然後我才可以用私訊的方式跟你溝通之後的寄件狀況 這樣子 然後在私訊的流程呢 你要跟我說你已經下單完了 這是第一個 你要結帳了 然後第二個呢 就是給我看你的優惠截圖 就是我們之前說的那個50塊的優惠 那50塊的優惠要怎麼領呢 就是你要追蹤我的頻道 追蹤我的IG 然後在你的story裡面呢 截圖我的頻道發在story裡面 然後這樣子的方式呢 就可以獲得50塊的優惠 然後在裡面我就會跟你確認你的帳單之後 然後我會在賣貨便裡面開一個專屬於你的賣場 然後你就去賣貨便那邊下單 那在賣貨便下單就是依照他們的流程 你要填電到店 你的姓名 電話什麼什麼什麼的 這樣子去下單 然後那邊會有7的運費 就是正常的運費 然後如果他們有運費優惠 你就可以拿到運費優惠 那不會 我就不會幫你算運費這件事情 然後 然後 東西呢都是貨到付款 然後大家一定要確認 東西是你要的 千萬千萬千萬不要因為貨到付款 然後就不去取貨 這樣會影響別人的權益 然後我也會很麻煩 好 這樣講解有沒有更清楚了 有啊 我覺得你給一個很簡單的事情講的 很多然後感覺就更複雜了 真的假的 好啦這樣 我縮減第一步下訂單 第二步私訊我 第三步去賣貨片下單 就這樣 對 是不是就這麼簡單而已 好對不起 是很簡單的事情對不對 好 職業病職業病 對 好謝謝大家 清楚就好 清楚就好 然後再來我還有賣這個文字印章 大家知道我非常非常非常喜歡文字印章 文字印章 像上面這兩個是那個 生活 反正一個高雄的文具店老闆出的一個文字印章 前陣子非常的火紅 然後大家非常喜歡 所以如果大家還想要收藏這個印章的話 就可以下單 然後這個呢 我的商品會是 有些是組合賣的 就是 比如說這四個印章 就是一個 訂單 然後一個價錢 這樣 大家就是喜歡的話 就是一次購買 這樣 好 然後還有一個可愛的印章 是這個 這個是 數字印章 總之就是 如果大家喜歡 數字印章就可以 來買買買 好 大家聽完剛剛的那個 下單的方式 有沒有覺得哪裡不清楚的 然後 大家想要知道我的IG的話 我在那個 影片資訊欄都有留 那個IG 我現在有兩個IG 一個是跟 就是 手帳文具有關的 就是 Charlotte底線 然後 Journal Day 然後 如果跟書有關的呢 就是 Charlotte 底線 Is Reading 這樣子 你可以PO到 那個Youtube上面 好 那大家主要留的地方 必須是 我的文具帳號 好嗎 欸 那我是不是貼錯了 貼錯嗎 因為我在你的斷捨裡面PO 那是對的嗎 斷捨裡 Journal Day 對Journal Day 那是對的齁 好 對宣 感謝你幫我們統整 就是 要在 裸裸的網站做點菜 然後 私訊我 然後在 賣戶別人結帳 太棒了謝謝 感謝 謝謝 我們可以直接PO到那個嗎 自頂 我們可以自頂嗎 然後PO到那個 自頂 你的IG裡面 我們就需要有人幫我們統整一下 我自頂了 好 分享是分享訂單的截圖 小貝你是說那個優惠嗎 我原本是想說大家可以分享我的那個 上個禮拜發的那個影片的截圖 但是我覺得這樣子好像有點複雜 所以 如果你是 你就是隨便截 隨便截都可以 只要跟我的影片有相關就可以了 訂單截圖不需要吧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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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訂單截圖 不用PO訂單截圖 因為那沒有什麼意義 你就是PO我的頻道 就等於是 幫我宣傳一下這樣子 然後 就是 take我這樣子 嗯 這樣應該就可以了 好 小貝這樣有了解嗎 就是說 呃 分享我的頻道 到你的IG上 的Story裡面 就可以 呃 還有你要追蹤 追蹤我的Youtube跟IG 然後這樣就可以得到50塊的優惠 然後 現在陸陸續續有人已經幫我分享了 那那些 就是有幫我分享的人 都 我都會幫你們記著 你們都有優惠券 這樣子 好 還有什麼 想要問的嗎 Moto謝謝你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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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很害怕我講不清楚 呵呵呵 就我就覺得我腦袋好多東西想補充這樣 呵呵呵 好 然後可是要提醒大家 就是因為網站不知道 使用上會有什麼問題 所以如果大家遇到問題的話 就可以盡量私訊我 然後我們就是看 要怎麼樣趕快把它修改 然後放上去 繼續使用 好 馬上去 好 謝謝 謝謝你 馬上去 呵呵 馬上去分享 謝謝 呵呵呵 好 然後大家還想要看什麼類型嗎 什麼類型的 呃 二手商品 不然我就 拿到什麼講什麼 喔 然後 呃 在那個 上個禮拜的影片裡面 我特別講到 這個 呃 文字的紙膠袋 然後我已經把它包起來了 所以 打 加減看一下 就是這個是 茄子先生的 紙膠袋 上面這個是 算是蠻新的新品 是 文字的紙膠袋 然後下面這個呢 這個是 嗯 有點像是 舊報紙的感覺 的紙膠袋 這個 其實我們用了蠻多的 但是因為它真的量很大 所以其實 數量上 還是蠻多的 就是 剩餘的數量 還是蠻多的 所以 大家想要的話 可以 去買 我來看一下這個 我訂多少錢好了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大概 二手拍 的價格 或是多少 這個 我訂價是 兩百元 大家覺得怎麼樣 會不會太貴 還是 還好 還是太便宜 這個 這個很新耶 這個 這個上面這一卷 真的 巨爆新耶 新品中的新品耶 幾乎是上一個 四集的新品 所以大家如果喜歡的話 可以那個 可以可以可以 下單 沒錯 Gentay我拼錯了 我 再修改一下 我再修改一下 因為呢 我可能打字的時候 那個 手機 自動幫我 嗯 選字 選成那個字 所以我 下播的時候 再改 對 我拼錯了 我連我日景的IG都拼錯了 大家就是 先專 就是 先追蹤 Journal date 呵呵呵 好 馬路口沒錯 兩卷兩百塊 喔 喔對 我怕大家會搶風 再講一次 嗯 好再講一次 好現在網頁上 沒有任何loading的 icon 對 所以在 他在load的時候 你們會覺得好像就是壞了 大家等他個五秒 就等一下 比如說你們到他首頁以後 嗯 你會第一件看到就是 你首頁是白的 嗯 那是因為他在loading 那正常網站上面都會做很多 就是在轉轉轉 對對 目前沒有轉轉轉 所以你們很多頁面有時候 要是網路比較慢 你就會覺得欸是不是壞掉 嗯 那基本上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嗯 對 所以你們可能就是一點點小耐心 對 那要是網路速度自己知道比較慢的人 你可能就 再等一下 對 就這樣子 希望大家都可以買到想要的東西 對阿 所以希望大家就是下好訂單就 呃 下好買的東西就可以下單了 對 阿你可以下很多個訂單 對 你可以下很多個訂單 然後你要出貨的時候 你要私訊我 對 阿私訊我 我們才可以給你賣貨便的連結 就是這樣 對 可是 所以剛剛有個作弊方式阿 你不要這樣子 好不要這樣子 大家不要這樣子 呵呵 不要這樣子 好好好 對就下好單 那譬如說 你買了差不多了 那你就跟夏威特就是聯絡嘛 對 那基本上你要是下了一個單以後 你可以跟我們聯絡 不然夏威特其實也會有通知啦 對 那只是夏威特會擔心 有時候有些人的IG是私人的 私密的 那你他也不能辦法找到你 對 對 主要是這樣子 對 沒錯 因為我的IG是公開的 所以你們可以無限私訊 但是因為有些人IG是私 私人 然後 我就沒辦法私訊你 所以大家一定 一定要私訊我 對 這樣我才找得到你 然後夏威特有提到說 要是譬如說你可以下個兩個單 好一兩個單 然後你再一次 譬如說一次跟夏威特說一次出貨 對 那夏威特就會把你兩個單整成一次的交貨便 對 賣貨便 賣貨便 那這樣的話你們的運費就只要付一次 是 可是因為這樣就會怕有些人 可能會給一堆東西塞進去 或是拖很久的時間 對 那這樣對於其他人的權益也不是很好 對 所以我們會跟你聯絡跟你討論 對 那要是有一些人 譬如說你下了訂單 然後可能已經很久都找不到你 嗯 譬如說 譬如說一個禮拜好了 嗯 一個禮拜我們找不到你 然後你也沒有回 可是你有很多東西在你訂單裡面 嗯 那我們可能會給你的訂單直接刪掉 對 我們會先通知你幾次 對 那你都不理我們或是找不到人 那就會刪掉 那你的貨就會 閃出去給大家再買 嗯 對這樣子對大家比較好 沒錯 沒錯 我會盡可能的通知大家 就是在我的 呃 story裡面 check大家 但是 真的有可能會 所以 聯絡不到你 那可能你如果有買東西的話 就要積極的看一下我的IG 這樣子 對 我們就會變得密切聯絡人 對 基本上就是我們只要確定你存在 然後你也沒有說拖很久 三四天沒有理我們 對 我們知道說你可能在等貨 或是你可能在等時間 那沒有問題 對 那可是要是你下了一堆東西 嗯 尤其是一堆東西的人啊 嗯 那可能就要麻煩你多跟下了單 就是 證明你還存在 對對對 因為有些人可能下了單就忘了 冒出來一下 對 就跟我們有時候可能會去蝦皮 放一堆東西在車子裡面 對 對不對 對 你放在車子裡面沒有問題 可是你當你下了單以後 別人就買不了了 對 對 你放車子裡面別人還是可以買 嗯 對 可是你下單別人買不了的話 我們就必須要知道說 喔你是要買的 嗯 那不然的話這樣子想買人都買不到 沒錯 OK 為了公平起見 對 好那我們繼續來看還有什麼東西 還有這個 我會盡量 同類型 或是同作者的商品包在一起 就是希望說 因為有可能 你有可能只喜歡其中一個 嗯 那 我就會給你類似的東西 希望你可以買回家 這樣子 類似的東西 懂我意思嗎 就是說 有可能他只會想要這個 那 呃 就其他的東西 你就可以評估一下 是不是你也喜歡 然後就一起買回家 那我就會選一些 我覺得 如果你喜歡這個 你也會喜歡這個 的組合 就對了 好 然後這個是 呃 我自己把它 命名為 下午茶系列印章 然後他的印面是這樣 我不會清印面 然後如果印章有一點黑黑的地方呢 也請大家包容一下 就是有可能我在蓋的時候 有時候會不小心用髒這樣子 然後就是二手商品的話 就是大概要多多包涵 然後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就是盡量可以跟我反應 我會想辦法幫你們解決 好 我想問大家今天的聲音怎麼樣 有沒有就是 魯魯的聲音很大 然後我的聲音還是很小的狀態 就是 呃 我們有發現這個問題啦 但是因為 我們現在目前還沒有買那個 麥克風 所以 就 先 比較客難一下 下午客要做斷捨離賺錢 才可以挖滿麥克風 哈哈哈哈 好 麥克風有點貴 欸 魯魯可以 那個 那個 電扇是不是 關掉比較好 喔 有安靜一點 嗯 好 然後 大家還有什麼問題嗎 還是大家想要看什麼類型的東西啊 你或有講完了嗎 還有吧 還有很多啦 但是我想說我應該是沒辦法全講 我是講一些比較有趣的東西好了 喔喔 喔喔 那不然就是反正大家這次下單 我們這次第一次這樣做 那 有問題就直接連絡我們 我們能夠處理就這樣 快幫你處理 對 好不好 不過因為我們也在上班 對 所以我們就是 可能也不是像那種 客服24小時 不是24小時 你要等下午的下班 回家吃完飯 才有辦法跟大家 的討論這種事情 對 就跟大家先講一下 好不好 就是大家我們會盡量處理 但是有 沒有辦法很即時的地方 大家多多包含 然後 我這時候 這次呢 要趁機把我的 SARASA筆全部賣掉 欸我很心痛 欸你都沒有用欸 我是不是 還是算的 欸對我們出國時間有變更 喔對我出國時間會變更 我想說是哪一次出國 好 就是我們上次有說我們要去日本玩 然後 謝謝大家提醒 就是我們剛好原本預定要去日本玩的時間 撞到他們的黃金洲 然後呢 上次 呃 上次那個 直播結束之後 我還是跟魯魯講說 還是我們就僥倖 衝一下黃金洲 跟就是所有的日本中國人一起旅行 然後我們上網查了一下黃金洲的人潮 我整個 完全不用走 我整個 我整個嚇壞 你就看一條街就沒有人在動 我看到的是 好多個人頭 我看不到任何店家 我就想說 算了 我真的沒有這個勇氣 我真的很害怕 所以我們就決定要改到六月中 就是六月不是有端午節嗎 然後我們就決定端午節那個連假出去玩 這樣子 可是還沒有買票 對 沒有買票 我們處理處理 好 呃 呃 宣說聲音剛剛好 然後小貝說有時候會個人覺得還好 就是可能我們聲音還是會互大互小 因為我有時候聽直播 我們聲音有時候會大聲 有時候會小聲 可能是他收音還是有點不穩定 我們以後再處理一下 謝謝大家 好回來講這個筆的部分 就是我買了這種很多很多很多的沙拉撒的筆 喔其中有幾支不是 喔這支不是而已啊 這支不是 這一支是 SKB的筆 然後呢 我就買了很多 但是 我就很少用 喔這個也是SKB的筆 然後所以我就決定要把它賣出去給大家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 有一些 喔像這個你看連那個頭都沒有拆開 喔Maluko說六月天氣不錯 喔好像可以期待一下喔 期待一下嗎 期待一下喔期待一下 然後我就想說啊 我在上網查就是六月底 六七八 還是什麼 反正六月底開始就是雨季 我已經想好我要先買那種透明傘 就是 萊爾夫賣的那種透明大傘 我就是 硬要逛 然後還要就是用透明傘 不要遮住我的景色這樣 校長每次拿傘都會戳到我的眼球 喔對啊 因為我們的身高差距 我撐傘的地方 剛好就是她的眼睛的地方 然後我就一直被戳眼球 對沒戳 好等一下 大家看這個筆 我也是完全都還沒有拆開 我就是一個浪費的人欸 如果說 就是買文具 然後不用這件事情 會下地獄的話 我應該是在地獄18層 很誇張喔 對不對 然後我覺得這支筆超美的 這個是那種很復古復古復古的筆 超漂亮的 這種 就是 深藍色跟深紅色 然後呢 怎麼辦 所以我不知道這個要怎麼賣 我這樣一組賣 會不會大家有點太負擔 好像有點太多齁 有點齁 還是我就是 三隻三隻四隻 好啊好啊 就是不同色的 對啊你就湊一組湊一組 因為你一隻一隻賣也太複雜了 對啊 好那我來湊一組好了 對大家對於這種筆有沒有興趣 我來隨便拆一支我有 就是打開過的筆 你看水這麼僵僵多 對 完全沒用過不是嗎 完全沒用過 也有一些我已經把頭給拆開了 反正那一種我就是會有寫過一兩次 這樣 然後我拍照的時候都會給大家看我到底還剩多少墨水 就是非常的多 然後 我在賣出之前也會幫大家試一下有沒有斷水 有斷水的話我就不賣了這樣子 就直接 繼續留著 想辦法以後再換筆心之類的 好 然後筆的部分就是這樣 宣說三組一隻 三隻一組 三組一隻 三組一隻 欸可是我看網路上說 六月是他們的 淡季 因為他們是 黃金週剛結束 然後很少有人會在 那麼短時間又安排一次假期 噢也是啦 就是有點像剛過完年的感覺 對對對 然後 然後因為七月是暑假 所以七月又會更多人 所以大家都準備 所以中間剛好有一個小小空檔 希望可以就是賺個空檔 那你快來買票啊 我們中午就來買票 我們等一下來聊吵架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夏娥特對這裡多瘋狂 我們吵架要吵到的時候 就算你不要去好了 夏娥特昨天說不要去 他昨天說不要去 欸然後我還 欸這個是我要賣的嗎 你都一放進去了 不就是要賣的嗎 我還有這種雜貨 欸我也想要賣雜貨喔 可以一起賣嗎 可以啊 我們會就是偷渡一些雜貨 然後大家喜歡可以賣 可以給你的拼圖賣嗎 好不好 不要 夏娥特買了三組拼圖 然後每一組就是 譬如說我們現在買A拼圖 他就說我一定會拼完 我超愛這個東西的 然後夏娥特就拼個兩天 然後都不拼 然後過一個月 夏娥特看到拼圖B 然後說喔這超棒的 我超愛的 我一定會拼完 然後又過兩天 又拼 又不拼了 然後再過兩個月 又看到拼圖C 然後夏娥特就說 喔這超愛 超級棒 超級喜歡的 我一定會拼完 然後又拼兩天又不拼了 我們現在家裡有三組拼圖 就夏娥特拼了兩天都不拼了拼圖 我努力 我們來賣的好不好 我努力 我們可以用很低的價錢賣 我努力 我也 我就是 一開始進入拼圖的時候 我是那種 就是 六百篇 對 慢慢拼 沒有 你是從馬入口後面那個拼圖 喔對對對 那個 小小拼圖 給大家看一下 我拿不到 站起來看嘛 我真的拿不到 我真的拿不到不行 我起不來啦 我起來太醜了 好 然後 萱說很可愛 雜貨也想買 好那我們就上架一些雜貨 我也想要 還有一個tag叫雜貨 我也想要賣雜貨 然後這個是我們 我之前 去買的盲盒 然後這個好像是韓國的小女孩 超可愛的 它那是那個 經典造型 歪頭 歪頭小女孩 之前不是有一個 那個 靈異影片 有一個女生在課堂上 然後頭是歪歪的 欸你不要這樣講 它是可愛的 然後 它超可愛的 這個 角角 也有 Logo 超Q 好 然後 我真的收的蠻好的 好像也沒什麼 怪損 嗯 真的又妹嗎 嘿嘿 好然後 反正這個 這個盲盒是 很精緻啊 然後 大家如果有喜歡的話 再看我最後上架了哪些 這個是那個 游泳池女孩 這也是歪頭靈異照片 歪頭女孩 然後 然後這個算是 這個是經典女孩 很可愛耶 超可愛的 都歪頭耶 超可愛的 先放在這裡 哪一馬說 上次他拼了2000片拼圖 很想找可以交換拼圖的社團 有這種社團嗎 大家拼完拼圖以後會想要 毀掉再交換嗎 我很好奇耶 會嗎 所以你會拼完然後給他拆了嗎 不會吧 不然你要怎麼交換 可是拆了他的那個卡榫 是不是就會鬆掉 那很難拆吧 嗯 拆我覺得比那個拼還要 還要小心翼翼的樣子 Marco知道耶 叫做什麼 玩拼圖不孤單之下拼下拼 真的假的 這個也太酷了吧 哇 好可愛的名字喔 這什麼 有 玩拼圖不孤單之下拼下拼 啊對 我們要賣啊 賣手啊 我們拼圖超美的各位 你要給大家看拼圖是不是 我們要賣拼圖啊 喔 我不想要 笑特拼圖終於要賣掉了 我不想要嘛 finally 我買 我買的拼圖有哪些 好像都是跟貓咪有關耶 我可以買電動嗎 欸欸 最近最近大家知道那個嗎 那個 任天堂要出那個 Peach公主的遊戲 好期待喔 我要玩 怎麼聊到這個 笑特玩遊戲也是 之前也買了幾篇遊戲 然後也是玩一天都不玩 嗯 然後我還有一陣子非常熱衷於那個 這個叫什麼 你都不知道它是什麼 你就買Molly 喔對啦 Molly 我有一陣子非常熱衷於Molly 然後就一直買他們的盲盒 然後有一次我們在收拾那個 我們的展示櫃的時候 就把它收起來了 這樣 然後 如果大家喜歡Molly的話 也可以來剪便宜一下 然後 所有的盲盒 我都把盒子給丟了 因為如果我不丟 盧盧就會一直碎碎念 他不懂為什麼我要留盒子 所以 盲盒系列不會有盒子 也不會有小卡片 所以大家斟酌一下 如果不介意再買 好你記得在貝注上要寫喔 好我會寫 我會寫 欸它真的是拼完就拆耶 好猛喔 真的假的 欸真的很厲害耶 真的喔 真的喔 那你車子開完會不會去拆了 好厲害喔 那拆的時候會不會有點心疼 不會它都只是過程而已 真的喔 哇感覺好堅決喔 喔真的耶 小貝桌滿滿的佔利品 對啊 真的是很厲害耶 欸我真的賣二手的商品都已經可以就是 累積的金額好幾千塊耶 然後我當初花了好多錢買回來的 欸有人問你卡片有沒有留 卡片 都沒有 沒有 沒有 你是說那個盲盒的卡片嗎 沒有我沒有留 你完了 我有可能留 但是我可能就亂放 然後就是找不到了 所以就是我們不會附盒子 然後也不會附卡片 像這個可以買嗎 大家不要 不要 不要 如果建議的話就不要 不要拍這樣 好啊 欸 啊 先等一下可以給大家看 但是先不要賣好不好 喔 這個是我們之前很熱衷於 玩動森的時候買的動森圖鑑 這是我買的第一個電動圖鑑欸 可是你從來沒有翻過 有 你對裡面有什麼資訊 有實用 裡面有各式各樣的你的居民 寶民們 欸我每次看完就是覺得好像好像在把動森買回來玩喔 你就買啊 嗯 然後 然後 然後那個 南英瑪說二手商品有上萬 好像有欸 現在都已經累積 累積 累積 四千七了 我才上架三十個 是不是有點誇張 非常不捨 對啊 是不是很不捨 沒有 不捨在於就是 把東西拆掉 還有把二手東西賣掉了 不會啊 都很不捨 你賣掉就可以再買新的呀 然後這個真的很好看 而且這本很新 而且我跟大家說 這裡面還有你的島民的家 島民的家 這個就是 你要好好的設計你的島 然後去吸引可愛的島民來 然後你就可以去他們美麗的家 蝦尔特的島超級醜的 蝦尔特的島就是個垃圾島 然後蝦尔特給他全部的 任何的設施都拆了 然後他又開始施工 他開始在島上挖個愛心做壺 然後挖到一半就懶得挖了 所以蝦尔特的島是什麼都沒有 然後他就自暴自棄就不玩了 難過 你就是會爆料我 怎麼那麼好笑 而且他同一種企鵝有好多種那個 混水摸魚 對各種各種各式各樣的企鵝 很可愛耶 可是這本是不是日文的啊 對啊 可是不影響啊 欸 他還有他的生日 然後他的個性 然後他還會自稱什麼 然後他在什麼時候會在島上活動 真的 這個 好 這個呢我沒有要賣 沒有要賣 沒有要賣 你留著也不知道放哪 賣掉啊 我不要 賣給有緣緣嗎 我不要 而且賣給正在玩的人不是比較好嗎 當然有人正在玩動森嗎 對有的話我就賣給你 不要啦拜託啦 欸 這本書要是我不提到的話 你已經有一兩年沒摸他了吧 不要啦 可是我就覺得打開就覺得很可愛 嗯 嗯 欸這個以前很搶耶 這本書 搶到爆買不到 搶到爆買不到 對啊 好先放旁邊 我先不賣 先不賣 好 然後大家還有想要看什麼商品嗎 想想看喔 還有什麼特別的 我們還有什麼東西可以賣給人家賣掉 還有這種 To-Do List系列的印章 這個是你在做 嗯 做本本 或是做行程的時候 非常好用的印章 這個呢 這個是No Check List 就是你的從禮拜一到禮拜天 你可以設定三項事情 然後你可以打狗狗 然後再來是這邊有List 就是給你寫你有什麼List 那你如果完成的話呢 可以OKOK 然後這邊有一個 就是可以插插的印章 就是可以插掉的印章 這個叫做 嗯 反正 反正大家應該知道它的名字 大概我一時之間忘記了 然後它是一個Check打勾勾 這個超級實用的 沒錯 然後這個一個系列就是 我看我賣多少 10號 150元 大家覺得這個怎麼樣 欸超便宜的欸 對啊 欸你賣超便宜欸 還是我整體調醬 調高 不要啦 我整體調高 你這次你也只是賣你的粉 不是粉 你就認識你的人嘛 別人又不會知道 你就當成回饋 大家支持整體調高嗎 呵呵 像店價一樣長起來 呵呵呵 是不是 好啦好啦 我就不改了啦 好不好 那你可以賣這個嗎 這個很可愛欸 好 這個是我們的 那個 這一次過年 買的 拼圖 我是不是今天有點惱惡 對啊 然後 我才 我們才拼到 大概這一半 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子一半啊 是不是 然後 然後夏特就不拼了 就過完年了 它之前這個拼圖看了一個月 我們在過年前一個月 夏特就看到這個拼圖了 然後他就說 啊這個超棒 超可愛的 OMG 我過年的時候還來拼它 我說你不可能拼完的 我絕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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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結果咧 就沒有拼完嘛 就是沒有拼完嘛 一千兩百片啊 別人兩千片都拼完 然後拆掉 然後這一個是什麼呢 這個是我們除夕的時候 我還特地打了兩家門市 問他有沒有這一款 除夕耶 對 然後我們立刻在他 就是放除夕夜之前 趕快去把它 衝去那家店拿回來 我會 我會好留著 這個我沒有要賣 這個沒有要賣 這個沒有要賣啊 那那那你其他沒有拼完 拼圖怎麼辦 不要啦 唉唷 你要一堆拼圖耶 你現在已經打不開盒子耶 好笑 你的那個已經滿到就是沒有辦法開了耶 怎麼辦 宣說對 是叉叉印章 摩擦印章 沒錯沒錯 然後男一媽說 真的很有點便宜 可以高一點 真的可以高一點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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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高一點 欸超多耶 呃 沒關係 反正我現在設定的價格 就不變了 然後之後 可能再看一下接下來 東西要設定多少錢 而且為什麼你的盒子會爆開 我也不知道耶 可能放的方式不一樣吧 OK 你要不要給他看那個 很美的 哪一個 那個啊 你現在拿的那個 這一個 這一個拼圖呢 是那個 巴斯光 巴斯光年 欸腦物耶 巴斯光年 巴斯光年不是前陣子 一年前 一年前 有一陣子出了個電影版 對 出了個電影版 然後是他自己的故事 然後他就是有做了這個 那個拼圖 他拼出來的感覺會是什麼 不知道 很帥耶 可是你根本就沒拼啊 很帥耶 很帥耶 你真的沒有拼嗎 欸他其實沒有給圖 會變成什麼樣子 不是 你連 他消息就只有拼邊而已耶 沒有啦 我有拆開過啦 因為我就是要收回去 所以拆開了 他拼出來是這樣 超可愛的 有看得到嗎 有有有 然後他是一個巴斯光年的那個 有點像是他的掛畫這樣子 對啊 然後他抱著那個 機器貓 機器貓 超可愛的 好想要機器貓喔 欸 是不是有點糊糊的這樣子 是好一點嗎 還是要過來一點 可以啦差不多就好 好差不多就好 總之他就是 欸他沒有很多 他八百片而已 對啊你連八百片都拼不完 我跟大家說為什麼會拼不完 是因為他的邊邊都是灰色的 我真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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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是好困難啊 好難喔 先把它收起來 哪一天一定會把它拼完的 欸 收不回去喔 好你完蛋 好 好 還有喔 沒有不用不用不用這不用 我只是想說為什麼會爆炸 喔 那不然就殼給我那個痕子 我還有買了一個這個拼圖 這個拼圖是那種就是 那叫什麼 雜貨店的感覺 日本雜貨店的感覺 然後他有很多很多的造材貓 超可愛超可愛的 然後我原本以為會很簡單 因為他的顏色很多 但是沒有想到就是 每一個招材貓真的 很細很細到我 真的有點拼不完 欸其實我發現是我的問題欸 對啊是你的問題啊 是我完 我的我其實沒什麼拼拼圖的能力欸 我發現 對啊然後也沒耐心 來 go 對啊 對小貝說都是香口的顏色 我覺得非常的難 然後 對啊拼拼圖有沒有什麼 拼拼圖 還是就是耐心 除了耐心沒有了 拼拼圖有沒有什麼課程可以上 這樣有拼拼圖交換的那個群組 應該有教人家玩拼拼圖的 說不定有欸 好 好那我們回到那個二手拍 大家還有什麼想要看的東西嗎 類型 然後我來找給大家看 然後二手拍大概會在 呃 禮拜六的晚上 或是禮拜天的早上 PO出來給大家 開始 選菜單 然後大家就是 稍等我們一下 因為我們系統還是 需要做最後的確認這樣子 好好關槍喔 然後 還有什麼東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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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就差不多了 好差不多了齁 好啦差不多就這樣了 然後 呃 希望大家就是 有遇到什麼問題 就趕快跟我們說 然後大家 嗯 如果這過程有讓你覺得 就是很煩躁的話 多多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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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最後再講一次流程 第一就是 在我們的網站 下單 下單就是等於是你 就是看菜單的意思 第二就是 呃到我私訊 到我的IG私訊給我 然後我們會確認一下你的訂單 還有你的優惠有沒有都做到 有沒有拿到優惠 然後第三呢 就是 呃我會給你一個賣貨便的結帳的頁面 然後你就在那邊結帳 就是這樣 三個步驟 好 就是 宣 置頂的那個 點餐 私訊 賣貨便 對 點餐私訊賣貨便 對 買貨123 買貨123 好 那 好那好像大部分就這樣了 那最後給大家問問題 然後我們就 差不多結束了對不對 對 今天的直播 我們就 短一點 然後讓魯魯最後再修一下他的行動 呵呵 魯魯好可憐喔 我們因為這件事情 吵了一點小架這樣子 因為下個車都不想理我 然後魯魯昨天弄完之後 他就說 我一定要去吃元燒 大吃特吃 好 謝謝你 謝謝你為我們這個二手拍貢獻這麼多 你這樣子講我怕人家壞掉我又要羞喔 不會啦 不會啦 我們就是大家都很包容 呵呵 好啦好不好 那 呃有什麼問題我們會即時解決 大家 有什麼 沒有沒有沒有我們不會即時解決 因為 要跟大家再提醒一下 夏爾特 跟我們還是要上班 啊對 對 所以譬如說你今天中午12點有個問題 比如說你訂單出什麼錯誤 或是你的東西什麼不見 或是有了沒有的 你可以跟我們說 那我們可能會先跟你回覆訊息 對 可是這個可能要到晚上我們才有辦法處理 對 沒錯 就這樣子 希望大家多多包含 多包含 給我們多一點時間 然後希望大家買得開心 然後就是真的就是 二手拍真的就是 非常便宜的價格賣給大家 也希望大家也可以給別人一些機會 對 對 然後 因為真的很便宜很便宜很便宜 所以大家如果過程中 不要讓自己不愉快 真的 這個比較重要 因為這東西都太便宜了 沒有BBL為了這個東西計較 好嗎 謝謝大家 對 然後留一點給別人買 對 留一點給別人買 然後全部都下光 然後第一天開 就一個人全部買走 大家要小心喔 要注意錢包喔 要注意喔 就是 4月初 有那個 插畫博覽會 那個時候又是可以買買買的 所以你要 留一點預算到那個插畫博覽會喔 賣那麼便宜大家怎麼沒插 喔 對齁 欸 你的價錢就是 別人買下來 然後再轉手賣都可以賺 欸 你不用這樣子 希望大家不要這樣子 不要賣 不要再轉賣了 不要轉賣 喔 我就直接上面印做就是 夏洛特 夏洛特 那你可能就賣不掉了 好啦好啦開玩笑的 大家 大家就是我相信大家都會 很開心的買二手商品 好 宣說不要吵架 很期待二手拍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希望大家就是 因為 這麼支持我 希望就是 可以給大家一點點 微虧這樣子 對啊 因為原本我們一開始 很久以前的想法是 放蝦皮賣掉 對 蝦皮 蝦皮的那個交易手續費 真的是嚇死我 而且重點是 這樣子 一堆不認識的人也可以買 對 所以我們才想說 那我們用自己的平台 這樣只有 有看影片的認識的人 才會買得到 沒錯 你看現在直播十幾個人的話 也就只有這十幾個人 會去買 那正常人不會有連結 沒錯 對啊 所以基本上就只有你們這些人 可以買得到 沒錯 就是大家 謝謝大家的支持 對啊 而且也只有看直播人才會知道發生什麼事 沒錯 對啊 那你沒有看直播人 只是看到IG訊息人也不會用 沒錯 對啊 好的 那最後 大家還有什麼問題嗎 Maruko問說 我們會不會去插畫博覽會 我們會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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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Maruko的那個新品 超可愛的 什麼新品 旅行的 是嗎 有那個小吊飾 那你買了以後 你是不是就沒前去旅行 不會啦 一個東西而已 應該不會到 沒辦法去旅行吧 你可以選擇真的旅行 或是選擇 我要帶著旅行的東西去旅行 喔對我們這次會帶兔兔去日本喔 對啊 兔兔 羅羅要保證兔兔不會在從中受到任何的髒髒 所以我已經在蝦皮上看到第二隻了 300塊而已 360塊 360塊 比我們買的還要貴 我們那時候買250塊 那蝦皮他都在賺二手啊 對啊 小貝說 小貝是針對哪個部分 針對我們要帶兔兔的部分嗎 Maruko說 唇前仇旅費 沒錯喔 新品真的超可愛 沒錯 欸我都一直講沒錯耶 好 新品真的很好看 然後 然後 應該會 越來越多 新品試出的吧 應該啦 應該啦 感覺Maruko就是 就是慢慢會再跟大家說 非常期待 感覺要買買買 所以大家留一點錢去插畫卜蘭會買 沒錯 沒錯就是買買買 然後插畫卜蘭會會很多人嗎 去年我有插畫卜蘭會嗎 我怎麼沒有印象 插畫卜蘭會 我去年是不是沒去 我好像沒有這個活動的印象 有吧 很多人嗎 因為這一次有一種那種就是文卜會的記事感耶 就是 他的場 他的場地在哪 在花卜耶 不是 你有沒有發現很多這種卜蘭會都很像 對 喔 喔 Maluko說 去年停辦 所以前年是第一次 喔 好 所以前年我可能沒有在意 然後去年剛好停辦 然後今年第一次去這樣 喔 他真的感覺很盛大耶 因為 好多好多好多創作者都有去喔 然後 好多好多好多創作者都有新品喔 然後 然後 然後我們有 我們有那個入場券是吧 對對對 然後 那個 Emma有給我們入場券 謝謝 謝謝 謝謝Emma 然後 我們要再給她看一下她的那個 好 然後 然後 她 她的那個活動期間 跟文博會超像的 就是 大概有四到五天 然後四到五天前面還有一個什麼 就是 專業人士場這樣子 所以我就覺得 天哪 文博會有兩場的感覺 好 總之 這個就是Emma寄給我們的新品 超可愛的 然後 是Emma本人 應該不是新的品吧 是 她說是新品 喔是嗎 喔真的 然後她是零錢袋 然後這個是 狗狗 好 Emma也會去文博會 大家可以多做關注她們 她是那個 插畫老師喔 超可愛的喔 超可愛的喔 她們超多 不一樣類型的商品 對啊 然後她有Emma的小玩偶 對 Emma小玩偶 超可愛 Emma小玩偶 真的是 很可愛 可惜我沒有錢買 而且Emma 賣的餅乾很好吃 可惜我沒有錢買餅乾 喔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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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RuRu一直想要推薦你 要不要出個餅乾 真的要出餅乾 你的 你的商品也非常適合出餅乾 鐵盒餅乾有沒有 對啊 感覺非常適合 就是去日本的時候 帶伴手禮回來 那種鐵盒餅乾 對啊 超適合的好不好 然後 呃 看一下喔 喔 Emma小玩偶 前年的第一屆在華山 對 華山就是 感覺跟文博會就是不一樣的 對啊 華山感覺 文博會就是會辦在花博 對 華山感覺就風格不太一樣 嗯 對不對 嗯 可能是他們這一次又很多很多創作者 所以他們移到華國 因為華國 華山一堆展覽就是你進去就是為了買東西 嗯 所以他們就不演了 就沒有展場了 華山嗎 華山不是有很多什麼展覽嗎 嗯 那就是進去就走兩步路了然後展覽就結束 然後你就馬上到他們買東西的地方 那就是他們的展覽 對 有一些展覽 所以我們就直接給展覽取消掉 然後變成全部都是買東西 哈哈哈哈 然後華山路靠說 這次有很多的大作者跟外國作者 那我要不要請假去 不然你要什麼時候去 我本來是想說禮拜六去 但是越看越覺得真的是人潮很不妙 你早點去嘛 請假去啊 請假去嗎 對啊 好我再可以看 考慮我想說請假要留讓我們去日本的時候請假 你家夠用吧 是夠用啦 但是不好意思一直請一直請一直請 不好意思 還好吧 好 各大作者 然後 買回來捨不得吃 買回來捨不得吃跟捨不得用 一律建議買兩盒 買兩個 欸真的有人這樣子欸 真的有人會這樣子做欸 蛤 就我知道就是有很多人會這樣子 比如說他買模型 對 他可能會買三個 對 那一個就放在那邊放在箱子裡面 對 就永遠不拆開 對 然後一個要放在櫃子上 就讓別人可以看到 然後第三個是讓自己可以把玩 喔真的假的 海盜三個 那你瘋了是不是 不拆開是可以漲價吧 沒有就是他就是要原本在裡面這樣 喔一個是拆開一個不拆展示 對 一個是拆開展示一個不拆 然後一個是自己可以玩 然後一個玩 哇這個真的是三倍價格 玩是什麼樣的概念 就是買個跑車一個放在家裡不開 然後一個自己外面去開 真的驚人 買兩部 好爽 媽媽當中食物很難欸 好像要檢驗 對啊 可是食物就是可以要找 廠商 廠商 當然是不要自己做 食物廠商合作這樣子 可以找認識的人嘛 對 這樣也不用承擔那麼多問題 嗯 然後 乃 奶瑪說去年才入坑 那入坑的前階段應該花很多錢 我就反想說就是買買買買爆這樣 然後 呃 4月3號一般的民眾不能進去 可是我要 我可以進去嗎 你是一般民眾嗎 我是一般民眾啊 那你有什麼證明你不是一般民眾 不是我說我是一般民眾啊 那我那個 4月3號是幾號 4月3號是幾月幾號 是4月3號 不是不是 4月3號是幾月幾號 是4月3號 禮拜幾啦 我在說 禮拜幾 4月3號 我看一下喔 禮拜一 欸 禮拜一欸 禮拜一然後是4月 不是啊 是連假欸 可是馬路口說那個啊 你不能進去啊 噢不能進去 你是普通人啊 噢我是普通人 平民百姓 噢對 庶民等不能入內 噢好吧 4月3號 調整放假 但我也不能進去 你什麼時候 你什麼時候才會有媒體身份 我們什麼樣媒體身份 你可能再漲個十萬粉就可以有 欸可是 可是馬路口的意思是說 我不用請假 往好處方面想是這樣子嗎 所以就像是你不能去日本就不用花錢了 嗯 噢馬路口說可以發信給主辦單位 說什麼 你不給我去 說我要進去 我就要去 我睡覺上就要去 我先跟你講一聲 真的嗎 我可以用我那個 就是 土力一下 用我youtube 你不要被人家被人家說太小 然後別人說不可以 哈哈 因為有問有機會嘛 我跟你講 然後他們就每個一個媒體人拍在前面對不對 然後每個都寫什麼youtuber 然後旁邊寫什麼五十萬 三十萬二十萬 然後你寫 多少 噢 一千多 哈哈哈哈 欸你這個笑聲真的是 你寫個一千 他沒有說 欸你的頻道叫一千喔 沒有是我的人數 你這樣好嗎 好上去 你這樣好意思嗎 好意思跟一些人一起去嗎 不要 我要問問看 我問問看 喔真的喔 那我還要就是拿攝影機在你後面找走去 嗯 然後那個當攝影 攝影小老師 小貝說被文具展的人潮嚇到 文具展的人潮真的很多 多到每次魯魯去逛都會覺得身無可戀 文具展嗎 對 文具展 就是那個阿 就是文博會阿 文博會我真的還好 我灌得滿舒服的阿 我不喜歡書展 因為我還好 喔書展阿 書展你就會覺得很煩 對 就是因為你沒有那麼多想看的書 沒有阿我就是 就你就逛一下 因為你逛書店也是逛一下 我就是想找到我要的東西我就覺得OK了 對你是目的取向這樣子 男生都是阿 對但魯魯很酷的地方是他每一次在文具 文具展或是文博會 都會發現一些非常特別的新創創作者 新出來的創作者 我就說你要多跟新創的人就是接納一下 嗯 你這樣才有辦法認識新的創作者阿 嗯 因為如果是我的話 我可能就會集中去買一些我認識的作者的東西 那你是Youtuber你就必須要做這些事阿 對啊 對 幫忙介紹商品 對啊 可是我有點色恐耶 我都不太敢跟創作者講話 我都默默的就是放入購物車然後就走了 對我們看有些Youtuber會一直講 喔上次我們去那個那個什麼國不見館那邊那叫什麼 那個 好好手感市集 對好好手感市集 那時候夏威克各種色恐 對啊 我們原本要去買什麼東西 買印章 那叫什麼店 東維的印章 東維的印章 然後夏威克遠遠的看到誰在講話 嗯那個 唉唷我害羞啦 反正是創作者還是Youtuber 都是 反正他很遠都看到就是有一個創作者兼Youtuber在那邊跟老闆講話 對 然後夏威克特就說 唉唷我不要不認過去那個人認識我 沒有我就 唉唷你這好像是我自己覺得我自己被認出來 然後我就想說誰認識你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不能這樣講的好像我是怕被認出來那種就是 我這種人就是被他認出來太不好了 所以我出去吃飯都戴墨鏡 唉唷有人猜到了 唉唷 唉唷 好啦 我我我個人色恐啦 但是我跟你說就是大家沒有覺得怎麼樣 但是就是我個人色恐 我就是一個 我我沒有辦法脫離魯魯 如果魯魯沒有跟我一起直播或錄影片的話 我完全沒有辦法錄影片 真的我真的覺得太怪了 他沒有那麼誇張好不好 然後因為現在不是大家都一直在就是 錄那個短影片嗎 然後短影片我也很想要錄 我也很想要自己錄一些就是我自己的講話 因為其實一分鐘跟魯魯對話的話可能會超過時間 然後我就錄了幾次 發現實在是太怪太尷尬了 所以我就有點小放棄 對 好 OK 好啦那我們就差不多了 雖然我們剛剛就是20分鐘時間說要結束 到現在還沒結束 對啊 好 那大家對於 呃 二手拍還有什麼問題嗎 如果沒有什麼問題的話 我們就差不多要把直播結束囉 那希望大家在這一次二手拍都可以買得開心 不要生氣氣 然後 這個禮拜不會有影片 因為我們要專心那種二手拍的東西 希望不要出錯這樣子 所以這個禮拜沒有預計會上影片 對小貝說 裏裏就是夏夏 我是夏夏 夏夏什麼 對 就是我夏洛特的舒適圈 沒錯 沒錯 欸我跟大家講一個很好笑的事情 就是我公司的同事也叫我夏洛特 就是我會用我英文名字在公司 走動 然後 有一次就是 有人打電話來找我 然後那個人就說 欸請問那個某某某小姐在嗎 好假設我姓陳 欸 其實我覺得大家也應該知道我姓什麼 隨便 假設我姓陳好了 你不是姓夏嗎 不是 你都破梗欸 都破梗欸 好 然後那個人就說 蛤 那個 我們公司沒有陳小姐喔 然後 然後 大家都覺得 大家就同一個辦公室想說 這個人 這個人 這麼不熟我嗎 這麼不認識我嗎 然後他掛掉之後 然後他還說 欸 然後其他同事還提醒他 他說 欸那個夏洛特就是姓什麼 他說 你姓陳喔 我以為你姓夏 為什麼你要給你的姓改掉 好啊 可是因為我怕大家就是 他就 不會有人知道是誰好不好 喔喔 好啦 總之就是這樣 我只是歷史 就是 就是大家叫我夏洛特 夏洛特 夏洛特叫習慣 有點像是我姓夏這樣 喔 夏洛特還有一個綽號叫夏洛毛 夏洛毛 因為夏洛特有時候毛 他的頭髮會 會膨起來 對我的毛會膨起來 然後他也會變一根 對 我就毛毛 他就毛毛 毛毛罩罩了 夏洛毛 對啊 欸你不姓夏嗎 夏洛特有時候可以找他聊聊天 喔 突破俗史圈 你說那個什麼什麼什麼畫展的招 對啊 可是他應該沒時間跟你聊天吧 他賣東西那時候跟你聊天 我們來看看 我們來鑽個細縫這樣趁有時間的時候 宣說這周就是二手拍 沒錯 這周 明天 晚上 或是禮拜天 早上 會 在 YouTube post 或是 IG的Story裡面 公佈 然後 會提前先跟大家說 比如說我9點要上線 然後我7點 提前2個小時 3個小時 會跟大家說 我們接下來 要開始二手拍了 然後大家可以準備一下 然後等時間到了呢 我就會公佈我們的網址給大家 大家就可以開始調菜單 還有什麼需要補充嗎 好 大概就是這樣囉 大概就是這樣囉 好 那大家還有什麼其他的問題 也可以後續再繼續私訊我 好 那我們要拜拜囉 好啦 拜拜 好 那大家可以慢慢的離開聊天室 對 有人問這周 對啊這周 週末 禮拜六晚上或是禮拜天 我們會找個一兩個小時跟大家先公佈 比如說 假設啦 假設我們公佈是禮拜天中午 嗯 那我們公佈完以後 就在禮拜天中午 在夏威特的IG上PO出連結 對 那大家可以看錯 比如其他的也會PO連結 對 就通知PO 對 那這個我們就先通知嘛 那大家就可以抓準時間 就不需要說怕被人家搶走這樣 沒錯 沒錯 好 然後大家可以慢慢的離開直播 然後如果有什麼問題可以繼續留下來問 好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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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拜拜 好 然後我們要開始播那個再見的音樂了嗎 嗯 你要播啊 Goodbye 晚安 Lindia晚安 夏拼 明 這個禮拜要看夏拼的是嗎 小貝拜拜 那一馬拜拜 宣拜拜 謝謝你 謝謝 謝謝你的謝謝 哈哈哈 拜拜是哪一首是拜拜啊 沒有啦 其實我亂講的 拜拜 之前不是有個拜拜嗎 晚安 馬路克晚安 讓我們 互到一聲晚安 我們今天要睡覺了 沒有啦 我繼續要上加東西 大家晚安 希望大家 有個好夢 那大家有個好夢 遠彈拜拜 好 現在怎麼還有十個人 這可以播 好啦沒關係啊 可是就算被人家哄表演沒差 你又沒有賺到錢 對啊 應該忘記了 我才留戀 我才留戀 哇哈 讓我們 呼到 一聲晚安 我怎麼好像去什麼酒吧 酒店然後還要關門那個 真的是那個百貨公司關門會放的 那多久以前的百貨公司 我覺得印象很深刻 那貴姐都是阿嬤了吧 有可能 有可能 拜拜囉 瑪莉亞凱莉 瑪莉亞凱莉 誰 拜拜 宣拜拜 宇涵 宇涵 可能會有版權問題 但是因為這支影片也 也不隱密 應該啦 好啦真的不要再犯了 算了我 怕怕 不知道會怎麼樣 好啦其實也不會 我們這直播影片阿 它就兩種方式嘛 一個是我們沒有辦法收入 一個是被下架 應該不會被下架 下架就下架 不是這樣子大家都會 不知道那個怎麼買 那就沒辦法啦 有來直播的人才會知道阿 好霸道喔 霸道 霸道 好啦 那大家晚安囉 好啦 拜拜囉 拜拜 我們大概五秒鐘之後 要關掉直播喔 我們看乳樓什麼時候 幫我們關掉直播喔 晚安囉大家 拜拜 拜拜 see you see you see you next week 我有講錯嗎 next week阿 對阿 next week 拜了不 拜了不 好啦幫我關掉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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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